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相信她 我相信她 为什么 那个姑娘就是宁香 宁香 宁香跟她在一起 本月初三皇宫发生了气暗 现场就留下了一支霉 神偷一支霉 你们把我当成是她了 真是冤枉好人 一面之词不足以信 还是先收押受审再说吧 难道凡是就要一支霉的 都要倒霉吗 这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下了一个糊涂旨 你们就跟着埋头执行 大胆 你胡说什么呢 九王杭大人 半暗如神 可是今日一见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官府半暗 自有分寸 用不着你多嘴 竹山县 有好几个叫一支霉的 杭大人都抓吗 全国有多少个叫一支霉的 难道你也要抓吗 这样就能抓到一支霉了吗 律法如山 条条分明 有证据就撞 没有证据就放 请问 衙门里 有我的罪证了 并没有 你说你是琴师 你能排一局吗 弹琴那是我的本事 如果你琴弹得好 你就可以走了 铁生 好 请受琴 琴来了 铁生 你搞什么名堂 请给我一张琴桌 我才能谈 公堂之上 并没有琴桌 我才能看见这 heading 我才能给你 我才能听见 好 义志梅 你可以走了 铁商 不能放哪走 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多谢杭大人 后会有期 铁商 你把他放走了 你怎么跟包公公交代 三公 公平 公正 公道 你居然把人犯给放了 你再说一遍 下官把一枝梅给放了 你吃了饱子胆了你 回公公的话 教育之梅的人实在太多了 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罪犯 他是重要疑犯 是皇上要亲审的 你怎么就把他给放了 因为 因为我听了他弹琴 听 你听他弹了琴 就把他给放了 是啊 因为我从他的琴声中听到了平静 又听到了政治 这种人是不会做贼的 互说八道 我都听了一辈子琴了 我从来也没听出好人换人来 公公不信 我把一枝梅请回来再给您谈一次 你做梦吧 人家早跑了 其实一枝梅另外还有不在场证明呢 宫里失诸的时候 他正为人弹琴 你又知道了 听琴的人可以作证 那是他买通的证人 串通仪器 做的伪证 可是这个人十分可靠啊 要是哪个傻驴啊 凌湘公主 你是存心耶务啊你 大胆航铁生 你是国法如儿戏 未经本钦差同意 你就敢私放人犯 实属目无皇上 来人 是 把他的乌烧帽给我摘了 是 公公 您不能罢大人的官啊 什么 我是钦差 别说罢他的官了 我就是要他的小命 也如探囊取物 那航铁生 自情处分吧 算你事项 把他押入大牢 是 公公 燕青 国法如山 不得许私 这还像句人法 这一项眉毛 办事不老 你们这两个窝囊废 把他押押去 是 我自己走吧 公公 公公 铁生 铁生 你摔死我了 我自己说 皇上 这是我亲手熬的参汤 您尝尝 皇上 您怎么了 今天有人 在御术房里放了一份文件 令朕 有点起疑 什么文件啊 就是你选妃的档案 这一页 折了一个脚 还画了一道红线 皇上 这一定是有人恶作剧 不必理他 你看 就是在这里 画了一道红线 朕 从不知道你背上有红纸 来 让朕看看 什么 看看你的胃啊 皇上 汤都要凉了 还是先喝汤 好 朕 先喝汤 真是多事 你背上有志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又不是长在脸上 皇上 这种事情 您又何必生气呢 这种小事 不必挂怀呀 这汤真好喝 那玉厨做的 根本没法比 皇上 这是我亲手熬的 我发现 你亲手熬的汤 就是不一样 吃起来 特别香 喝下去 就像到了心头 皇上 您啊 这是爱污集污 我能比得上一丑吗 好啊 这下 该让朕看了吧 皇上要看 就自己来穿衣吧 好 朕亲手为你解衣 皇上 美妃 来人哪 快叫御医 美妃 大人 功力有金剑 快进来 大人 发生什么大事啊 是美妃娘娘 娘娘怎么了 他被骨烧伤了 皇上明日不早朝 叫我带领朝鎮 大人 您还好吧 我的事 你下去 是 大人 您也早点接着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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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香 怎么回事 被他给逃了 他是不是想杀你 也许是有人想要杀你呢 我 我又没有仇人 没有人会杀我 真的 我只是一个弹琴的人 我想没人会杀我 王上 我 美妃 不要动 刚上了药 不要动 上了药 你是说太医给我上了药 不 是朕 亲手给你上了药 皇上 你 觉得好点不美 天下至尊亲手上了药 果然神奇 我感觉好多了 受着伤还逗朕乐 要谢 就谢谢王爷吧 啊 王爷 是啊 是啊 是王爷亲手送来的 最好的鸡创药 这药是王爷送的 多神奇啊 上了药 你就清醒过来了 这药 这药果然是神药 这被你点得不疼啊 瞧 王爷 还是挺关心你的吧 皇上 您一点也不了解王爷 自己的兄弟 我怎么会不了解啊 有一件事 我一直不敢告诉您 什么事啊 有一天 我私入运输房 我知道 私入运输房是欺君大罪 可是 您知道我在运输房 看见了谁吗 看见谁了 我 启禀皇上 王爷给娘娘送你来了 你看看 进来吧 奴才 给皇上和娘娘请安 什么呀 打开来看看 是 你坐起 看起来 猫不惊人嘛 王爷说了 这情 外表虽然一般 但只有 梅妃娘娘 才懂得她的价值 哦 果然是 只有梅妃 才是知音啊 王爷说了 待娘娘商议之后 可以经常的谈谈情 想想往事 想想民间的老朋友 没有事 你去吧 是 奴才告退 你 你刚才说啊 在运输房看见谁了 是不是王爷 我 我看到的不是王爷 我看到小肚子了 小肚子 他就是看守运输房的 他能不在那吗 皇上 你为了朕 连命都不要了 私入运输房 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是想念朕 对不对 前些日子 皇上为福私房 音讯渺无 是在令臣妾担心啊 好 朕 回头下一道旨 等你商议了 御书房 随你进出 谢万岁恩典 免了 皇上 太医书叫咱们都去做心结消毒啊 是啊 这烧着的伤口最怕受到感染 照顾的人可千万大意不得呀 可是咱们都去了 娘的身边就没人了 哎呀 这也要不了多久功夫 何况 娘娘的伤势已经稳住了 咱们就快去快回吧 嗯 嗯 你怎么会来呢 其他的人呢 梁梁 你放心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就太医院 把其他人 都暂时知道了 我一定要见到娘娘 否则我就 什么都别说 我心里知道 别为我担心了 这伤 我认了 反正王爷也不能夺逞 王爷 他把雪碧的档案 放在皇上的桌上 还特意勾出了 其被有红质的特征 勾起了皇上的好奇心 一个劲的要看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出此下策 什么 怎么说 这不是一场意外 是你自己 故意把自己弄伤的 不然 还没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 你这样 你这样 肯定会把自己烧死 可是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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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已经拿我们没辙了 不是吗 娘娘 不值得 你这样太不值得了 难道这种扭曲自己的日子 你还没有过够吗 我别无选择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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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舍得放手 只要拼你一句话 我就 你说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竟然叫我放手 你知道吗 我只需要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登上皇后的宝座了 不 绝不 在这个时候 要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除非我死 可是 我不会死的 因为我有你 你听我说 昨天一夜起 蓝星和颜峰 都已经死了 我们再也回不去 从前的自己了 新生的你 一手打造了我的重生 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们 就是彼此的唯一啊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啊 好香啊 银青啊 你寻我开心哪 谁寻你开心了 那你给我留半只鸡 不行 鸡翅膀 鸡翅膀也不行 我说你这个人哪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包大海他想干什么 你就让他干什么 咱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看不见就行了 你 你把一只梅放走了 现在倒好 乌沙帽也丢了 还吃鸡 呸 我现在无关一身轻 我觉得我挺轻松自在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来 这鸡可真香啊 一看就知道是我娘的手艺 我说 你都拿走了 你多少留个鸡爪子给我也好啊 这鸡到了我手上 你还想要鸡爪呀 我说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快快快 我求求你啊 把楼门给我打开 公公 您怎么来了 不来 怎么知道你们这窝里头有多黑啊 我说好点深啊 你可真是贪官做酒啊 坐牢你都吃这么好啊 这鸡挺好吃的 要不来一口 我娘的手艺啊 一流 这鱼贵心居然敢用衙门里的火房私做食品 接济犯人 这该当何罪呀 启禀公公 这只鸡呀 是从外面买回来的 不是咱们牙里的火房做的 我不管 明天就让鱼贵心给我搬出这儿去 公公真会开玩笑 真会开玩笑 谁给你开玩笑啊 我这是公事公办 这航铁商 现在他已经不是县官了 这鱼贵心当然就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了 公公 您看啊 这乌纱帽呢 也摘了 老也做了 铁商呢 也受了教训了 您还当真呢 我乃堂堂待天寻寿 我就代表着万岁爷 我现在啊 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们 我撤了航铁省的值 别这样啊 公公 您把他的值撤了 那 那谁当县令啊 谁当县令 谁当啊 你当啊 我 那他呢 那他呢 他 家外不懂 公公公公公 什么事啊 金城来的密接 走 公公 我说陆彦晴 挺好啊 现在骑你就是县力了 你要给我尽职尽责 不好 怎么会这样呢 是谁跟蓝星过不去 不会的 蓝星 天哪 一枝梅 琴 我的琴不见了 什么琴啊 蓝星生前最爱琴 我就送过他一座 他死的时候 那座琴就陪他一块入土 可是现在琴却不见了 难道有一道琴 那琴 那琴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他并不值钱呢 那个琴不值钱 那为什么还有人到梦呢 是啊 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个人他会知道 谁 杭铁笙 杭大人 对 一枝梅 你赶快去找杭铁笙 只有他才能帮你 那你呢 我得去找那个神偷乙之名 咱们后会有期 再安洁 再安洁 快去找了 这座琴 那你快去找导 这座琴 你找他 你找他 有些人 你是谁 你只没 九泉之下 我再跟你解释吧 秦是不是你掏的 想不到 公主也会使诈 我不走 难以你出来吗 我再跟你解释 我真是没用 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们还得赶快去找航铁生 蓝芯的木被破坏了 对我来说是追心之痛 可是对于杭大人来说 这怕是无关痛痒 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你错了 航铁生爱你如此 无论大小的事情 只要是百姓受了委屈 他都会感同身受 况且这件盗墓案只怕不简单 我怀疑和夜明珠失窃案有关 那就不要让铁生知道了 夜明珠 我知道有一颗夜明珠 这颗夜明珠 是从大念深宫内被林秦盗走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是吗 我真的见过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宫中丢的那一颗 不管是不是那一颗 你赶快告诉我 她在哪 她在一枝梅手里 在你手里 这个一枝梅是一个女戏子 她经常喜欢听我弹琴 我知道她手里有一颗 戏子一枝梅 琴师 王爷判断神偷一枝梅是个琴师 公公 那不就是航铁生放走的那个人吗 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家伙有问题 这航铁生可真是个婚官啊 居然把他给放了 公公 那个一枝梅还看了一家赌方 快把鹿引擎给我叫来 是 行了你 像个男子汉大让夫行不行啊 不说 我是替你着急 你还来奚落我 好啊好 那你都请我心领了 这样行吗 你看你那个悠哉悠哉的劲儿 你是不是已经想出来怎么对付包大海了 告诉我 我还在这儿傻着急了半天呢 感情原来你已经有了点子了 告诉我是什么 我没什么点子 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对 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没搞错啊 换你做县令 不行不行 我陆建青是个讲义气的人 对不对 哥们有难 我肯定是二话不说 同进同退 这个县令我不能做 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 现在是尽忠的时候了 尽忠 是啊 你仔细想想看 能够越过重重的侍卫 当着皇上和众多大臣的面 如入无人之境地盗走夜明珠 这件事是不是太不合情 也太不合理了 嗯 是有点离谱 有点匪夷所思 确实不合情理 除非有人动了手脚 刻意让他不见 那是为什么呢 好打着找夜明珠的幌子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可是有人骨子里想要找的 只怕是一枝梅 有道理 你这么一说 就像是拨晕见日了 啊 怪不得老包 不分死活乱抓一通 哎 你说他的幕后 会不会还有什么人 包公共对皇上忠心耿耿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他贪生怕死 小肚鸡肠的个性 倒是挺容易被人利用的 嗯 你是说 他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马前卒 而不自知 如果他真有恶心的话 我想就不会只是把我们的位置对掉了 可见他这会儿 只是纯粹瞎闹着玩罢了 哎 说句良心话 咱们先前哪 把他整得七欢八素的 也难怪他现在开始整咱们了 哼 我们千万不能一走了之 相反的 我们还得装傻 让包公共怎么开心怎么办 这样至少 我们还能插得上手 否则 岂不让幕后之人秤了心吗 哎 铁生 你说这幕后之人 会不会跟上次皇上遭劫的事有关 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你说的对极了 咱们现在 一定要誓死尽忠 这才对得起皇上 嗯 说得好 那这信令你干不干 好 为了尽忠 我干 太好了 那这些重责大任就交给你来顶 我倒没什么 只不过是个摆设 可是你就惨了 一边要当捕快 一边还得罩着我 两边忙 我被自己哥们使唤 那有什么好委屈呢 倒是你 你可得跟前跟后的八件包公公 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来 这个我会 你别问我担心 这干捕快你都能忍了 我这个当宪令有什么忍不了的 行 那我们哥俩就心照不宣了 不过 还有一个人沉不住气 你可记得摆平他 好 我现在就去找欣仪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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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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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